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美元的因素很多 刚才我们说首先一个就是退市加息的时间表 另外其实美国经济前景是怎样 拜登来的财政刺激政策 会不会令到双赤也会再扩大 10月还有一个债务上限要到 然后其实最近市场 我想股票市场比较波动 其实有些避不避险 其实亦都间接影响着美金 其实刚才所说的一些因素 你觉得短期内最困扰美金 是不是都只是我们说的退市 另外那些因素有没有需要留意 我反而觉得当今个星期 可能联储局讲完给大家知道 例如11月份开始收水 或者12月份真的要生效 应该对市场来说 炒作的价值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猜 其实收水力度不会太强 是的 我想这个一方面就是 实际客观条件未成熟 因为经济 我想联储局都还要看一看 好像刚才你所说 例如说 那些补贴到家后 究竟就业市场是怎样呢 台风当然这些是短暂因素 但是疫情上面也是继续困扰 所以变成如果可以的一开始 第一客观条件尽量先试水温 第二样东西我想最主要就是 对美国来说 也都刚才你提到就是债务上限的问题 如果联储局讲得太鹰派 告诉大家 立刻要很快收水完成 是的 我想又会令大家想想 2013年的时候 会不会历史前景 那个退市洪荒 是的 我想联储局其实由年初一路铺牌 甚至可能由去年说 将加息的门槛 改了平均通胀目标 是的 其实都是为了遷就这个退市的步伐 就是就算通胀有少少失控 我就不需要触发到加息 不用让大家这么快想加息 这一样东西 所以变成加上刚才的债务上限也是很重要 我想虽然过去十年 大家每几年就会经历一次债务上限 最后都能够搞定 是的 但是始终大家都会害怕 我想到最后 其实应该都是没事吧 应该不会被债务违约 但是我想对大家持续恶化的赤字 都是挥之不去 所以如果一旦你让市场太过乐观 说要很快收水 那么债息一定有反应 虽然很多投资者就是 真正参与债市其实就相对比较少一些 但是始终债息的变化 其实也是影响着各种资产 所以我想如果债息要尽量保持在偏低上 加上现在就是拜登 你看到 他上任初期的一百天 又是位是位是位 是的 很多东西搞 也是拿到很多印象分 很多几多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 但是全部都是暂时只有港字 都没有美国 都没有共识 是的 所以如果一方面又要推一些经济刺激方案 另一方面但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 又加不到很多税 变成一个财政赤字又要恶化之下 我相信对美元来说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你看到短期 大家因为看到外币好像没什么炒作的卖点 我想暂时美金就可以挥一阵 可能打一旦上去 例如可能接近94 甚至回到美汇指数 上年疫情前 就是3月那些位 没错 就是当时它是由94.5这些水平附近 抽上103 那这些位我想都是一个很关键的阻力 所以我自己暂时今年看 因为升穿93.7的机会其实是大的 就是创今年高的机会是大的 但是可不可以升穿 例如说上年3月那些低位 就是起点 我是有些保留 所以我暂时的假设 其实就是这里水平 就是这个93.7至94.7之间 先上落 应该就找个顶部 就是反弹顶部是有机会出现的 不是建议是有机会 的 没有